大家好,我是来自印度的留学生陈耀宗 早就听说,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专人 我们印度也有龙 今天带你们去龙文化家庭,感受一下 Let's go! 哇,好精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庸草典称的龙 我现在要去白氏学艺 老师,我今天想要向你学习一下这个龙的制作 要的,这个龙制作比较困难的 当然是看你的手翘不翘好 来,我们一起来制作嘛 请你往上面接 很自然 它的文会出现 这是里面的一条 然后外面的 像这个大面法都是自己的重复 重复做动作也行 哦 哇 老师,我觉得好难 当然难了,我们是炒边师家 当然我在那里是第六代 我从十三岁开始就学习草典 怎么才能让龙的造型更加灵动 更有神韵 龙是我们中国人很神秘的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跟龙法促成 看了很多的手机 也看了很多的食品 然后慢慢地找到龙的灵感 我从炒边龙到最后的精品龙已经花了两年时间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我只因为是变得最满意的龙 长和米长,到两米,非常有歧视 哦,哇 老师,感谢这内容 我真的学不会 我最喜欢你手上的这条小龙 我今天感受到了草变龙的美丽 也感受到了家人精神 要想编砂这个龙的话 它学了长时间的作目 才能把这个作品编出来 你想微笑的路线还有一条被刷过的龙啊 嗯 我旅然踩龙的 留在这里 如果谁就赶紧就刷龙 我今天了解到游炭彩龙有20多种刷法 龙出动 龙剁包 龙爆蛋 终点就在有一个活子 今天体验了一下 五龙要想舞后 需要团队的配合 路线的游炭彩龙 刚才大运会上展时过 我下次来要到路线龙闹桥上面去走一走 看一看游炭彩龙表演 欢迎大家来这里感受一下龙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tin 群 ramen